并在中国长城战 中山战和俄罗斯青年战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笔响 今天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广州太阳神队呢 今天依然是排出的532这种阵势 守门员是29号彼得 后卫线呢是3号彭昌颖 5号彭锦波 12号马卓军 9号黄海斌和晚上在主场 11号香港队 香港还是比较好的 高队地 还是有 继合场 定位球 总办 刚才23号进 刚才23号进 能够把球突到广东队的禁区里边 完全是广东队的后卫呢 在防守上放松了 5号张卫华又从后边插上来了 这个在松日队进行的这个全国甲业联赛比赛过程当中呢 5号张卫华就经常从这个后卫线的位置突然插上 那么往往他这种后插上呢 突然性非常强 使这个对手防不胜防 在关键时刻打进一些制胜的球 刚才我们看到张卫华又一次从后卫线上往前跑 投球 香港队已经越位了 在射门的次数 香港队已经达到了7次射门 广东队只有4次 从慢进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顶到 被回撤的广东队的后卫把球解回了 广东队现在是倒起来了 这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低声 经过45分钟的激战 双方在上半场战时0比0打平 那么休息一会儿以后 我们再继续为 感谢观看